哈囉大家好 我是沙昂哥 最近這個高中的學測放榜啦 那當然就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相信有許多youtuber他們也會開始挑戰 各科的學測的考卷啊 然後可能都會考得蠻高分的 那我就為了不要自曝其短 我就不會挑戰這件事情 那種東西對我來講已經太遙遠了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很多高中生學測考完可能會想要申請醫學系啊 雖然說過來的人覺得 對要踏入這行之前還是要做一些心理準備 不過人還有點太遙遠 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 醫學系的面試到底要怎麼準備呢 想當年我也是面試 面試的算還不錯吧 我記得我考了就是某一間醫學院的時候 那時候有分成筆試跟面試 然後我筆試的時候其實是拿一個相對還蠻低的分數 然後還是我的面試把我的分數整個拉上去 然後後來就掉車尾進了 對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面試的一些可能的提醒 那與一些準備的小計較 今天我會著重在個人的問題上面 當然有一些醫學院他會採取這個團體面試 那不在今天的討論範疇 團體面試可能像什麼PVL啊 也有一些醫學院會要你角色扮演等等的 那個太複雜我們今天不談 我們今天就講說 假如是那種多對一 只問你自己一個人的那個面試題 通常會有什麼樣的提醒 基本上我會把提醒分成三個大部分 那每一種提醒的準備方式也是不太一樣的 第一種最主流的提醒就是所謂的個人經驗題 換句話說我會叫它老梗題 對因為真的是十分的老梗 什麼叫老梗題呢 這類題目非常的多元 但是也是非常容易準備的 你會發現它的範圍十分的有限 這類題目包含說 請你自我介紹 請你分享你人生中最挫折的經驗 請你分享你與他人合作的經驗 請你分享一件最悲傷的事情 你從中學到什麼 對這類的個人經驗題我都稱之為老梗題 老梗題非常的多延伸起來 那個題目量也是十分可怕 可是這類題目是 你在事前是可以最能夠事先準備的 這類題目的練習方式 我個人十分建議 就是各位考生們 你可以找你的朋友 找你的老師 甚至找你的家人 找你的父母都可以 你們可以玩一個角色扮演 就是請你的另外一個partner 當你的考官 然後你就當成考生 就直接當成在考試 去練習這些題目 那你的partner 就可以聽完你的回答之後 給你一些回饋 然後看你怎麼樣回答這些題目 考官會覺得 你這回答非常不錯 覺得你這個人格特質非常的好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採用這樣的方式 我那個時候 高中時候也口才非常的差 也不太會面試 我那個時候也是請我爸媽 就是當考官 然後問我這些有了沒有的問題 我那時候也講得超級爛的各種結霸 然後後來他們就會 給我一些提示 或者是給我一些提醒說 你怎麼樣講 我會覺得聽起來比較順 真的是旁觀者情 就有旁觀者聽起來 他們就會覺得 你怎麼樣講這些老梗題 你會講得比較好 自然就會比較容易讓人幸福 所以第一部分老梗題 就是你的所有的個人經驗 什麼挫折的經歷什麼的 這類題目 我覺得都是可以用這種方法解決的 那第二種題型呢 就是所謂的情境題 情境題我舉個例子 今天他可能會問你說 你今天假如是一位醫師 那你要開A藥給某個病患吃 結果你不小心開錯開成B藥 那結果護理師或藥師們可能也沒有注意 就把這個B藥給病患吃了 那結果這個B藥病患吃了 對他反而是有用耶 然後可能會問你說 這位醫師你開錯藥了 可是病人看起來他的病情有好轉 那請問你要不要去跟病人講說 你開錯藥這件事呢 對所謂的情境題的人就會問你這種問題 那情境題一般來講 很多人都很可怕 可是我會建議大家去Google 所謂的醫學倫理四原則 以前是四原則 現在好像越來越多原則了 什麼五原則六原則都有 反正就是你去Google 就會搜尋到什麼 尊重自主啊 行善啊 正義啊 然後隱私啊等等 就是你會看到有五六個原則 我會建議這類情境題 你就以醫學倫理的原則去延伸 就是依據 醫學倫理某一條原則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我們應該要告訴病患 我們做錯了 我們應該要告訴病患 之類的 這類情境題 我是覺得醫學倫理的原則 非常的好用 大家可以去把醫學倫理的原則看守 然後就可以遇到這種 就是莫名其妙的情境題 就可以說 依據醫學倫理哪一條原則 我覺得我們應該怎麼樣 相信可以破解大多數的題目 好 這是第二種題型 情境題 第三種題型 比較少見啦 可是也是聽說 有些醫學倫愛這麼靠 那它就是所謂的隨機應變題 隨機應變題 有時候有點無腦 就我聽說 那一年就是有人遇過這樣的題目 就是你可能走進一個 沒有白板的房間 然後教授就問你說 欸這位同學 很開心你來我們這邊面試 那請你在白板寫上你的名字 對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往後一看 沒有白板 對 然後就會愣住 對呀這種題目其實 其實說穿的 就是考你隨機應變啦 你就 也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以上的面試其實都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只要你覺得說的合邏輯 那你有自己的想法 基本上面試都沒有 沒有什麼說一定是標準答案 那像這種題目的話 你就可以跟教授說 欸不好意思欸 這邊好像沒有白板 那我可以寫在紙上給您看嗎 或是可以有採用其他方式 讓你知道我的名字嗎 之類的 反正這題目看似很無腦很可怕 可是其實就是考你隨機應變 然後跟人溝通的能力 所以簡單來說 我會把個人的面試題型分成三類 一 老梗題 最老梗 就是大家收集歷屆來很多 都是這種問個人經驗的老梗題目 可以多找你的同學朋友父母 練習非常的有幫助 然後互相feedback 多聽別人的答案 然後修正自己的答案 就會知道 這類老梗題怎麼講會比較好 第二類 情境題 很多莫名其妙的醫學情境要你回答 請參考 醫學倫理 不管是四原則 五原則 六原則 依據醫學倫理去回答 會變得非常簡單 第三類就是所謂的隨機應變題 那就是考你隨機應變 溝通能力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還是有其他比較少見的題目啦 不過我猜我講的這三類就 涵蓋可能80%以上的面試題目了 好 希望這次的分享有幫忙到大家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走 拜拜